好 那舒衡這邊也有客人說 跟你抱怨 說你婆婆很誇張 就是我要分享這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經典的 就是媳婦她就懷孕 那懷孕她的預產期已經超過了 那這個小孩子可能租這個套房 住得太舒服了 一直都不想出來 也沒有什麼動靜 那這個時候婦產科醫生就跟她講說 因為你的胎盤已經有點老化 你要趕快催生了 那就是建議她選一個 她覺得比較OK的時間 那過來然後先打個催生針 那試試看 看狀況怎麼樣 那這個媳婦就回去跟婆婆說了 也跟老公說了 大概就說好 那因為再不催生 也快四十週了也不行 他們就挑了一個 看起來像是農民歷上面的 還不錯的好日子 然後就先到婦產科報到 那醫生就先打催生針 那打催生針之後呢 開始就有作用了 開始痛痛痛痛痛 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已經那個疼痛指數都破表了 然後產婦已經痛到發抖 一直哭 剎那間 她的養水就破了 啪就破了 然後那個醫生說 不行不行 養水破了 怕胎兒呼吸窘破 那我們要趕快推進去手術 那時候婆婆說不行 怎麼可以這樣子就手術 她說你知道 那手術要花多少錢 這第一點 她說 而且她還跟她的兒子說 我跟你講 根本就不用手術 小孩子就是媽媽用力 就可以生得出來了 結果那個醫生在旁邊說 不行 這個產婦她現在只開一紙 她只開一紙 她真的生不出來 媽媽妳趕快讓先生 簽手術統一書 趕快 如果這樣的話 怎麼可能有那種難產 對 然後一定有這樣問題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 那個產婦已經痛到 哀哀叫已經不行 然後羊水這樣流流流 已經其實很緊急了 再不出來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怕說 會有缺氧 什麼各式各樣 然後那時候婆婆 居然說什麼 她說 如果要進去婆婦的話 代表那個太太 她其實是根本就是故意的 因為她們希望 趕快婆一婆 然後以後夫妻生活會比較和諧 因為就不會動到陰道 然後這個之後 她不曉得陰道可以縫合 對 她就這個觀念很奇怪 她說這樣就不會動到陰道 然後這樣夫妻生活就會和諧 所以就跟她講說 這其實只是一個圈套 你們只是想要婆婦產 對不對 你們就是想要花我的錢 對不對 就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到最後是先生受不了 說媽妳不要再講 妳就簽了 然後趕快推進去 出來之後 那個婆婆還是對我們那個 命煮冷言冷語 就跟她說 對 你年輕人就這樣 不甘不甘 就要婆婦就要這樣 你那個時候就咬緊牙根 生一個出來不就好了 你看 婆婦又要十萬 坐月子又要多少錢 就算給她聽 然後這個坐月子餐才是厲害 她就說坐月子餐好貴 不要給她點 然後先生人還很好 說不行 媽 她這樣婆婦真的很辛苦 你至少讓她吃兩個禮拜 她說好 那兩個禮拜 之後那就婆婆說 至高分也說那我來煮 然後一開始煮的時候 還有麻油雞還有什麼的 然後先生去上班之後 那隻雞重複熱了再熱 熱了再熱 熱到燥生 雞是很貴的 熱到燥生 還叫她要吃 她說 媽這壞掉 她說哪有 那就是雞生 這哪有壞掉 就是這個 你可以想像那個狀況 她說她就是含著眼淚 然後吃給她婆婆看 這真的是太過分了 真的是太過分了 不過剛剛講到說 家暴跟虐待 蘇醫師這邊還有例子就是 婆婆把媳婦動作是差辣 對 那是怎樣 就是他們夫妻結婚之後 那個先生會在外面賺錢 太太就在家裡照顧家裡 他們的感情其實很好 那婆婆有一個 她就覺得說 這媳婦你一進來 你就是要我們家的錢 所以呢 因為她覺得說 媳婦家裡錢比較 比較沒那麼好 就是說你不准 你不准喔 不准拿我們家的錢 去支住你們家 不准 那會給你檢查 就是她要檢查你的存者 因為她跟她先生都有存者 看起來這個婆婆好像 以前沒有支住過她的娘家 對不對 不准 所以她會查 尤其在過年的時候 特別會講 尤其過年一定要回娘家 你記得不能拿任何錢回去 然後去之前要先看存部 回來的時候要檢查存者相關的 看她有去捏錢嗎 有去捏錢 有去找 然後有 很誇張 那因為這個 他們夫妻感情還算好 所以其實還想 她就跟她先生講 你媽 你媽怎麼這樣 我媽沒有什麼壞事 沒事 沒事 他們想也沒關係 反正我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需要 於是過了幾年之後 有一天她的娘家 她爸爸重病 需要開刀 約比醫藥費 她想說 反正我們夫妻兩個 感情這麼好 都是我們自己 都是她在 因為家裡大大小小事 都是她在管 那先生是賺錢回來 那她就想說 那就拿那個家裡的錢 去幫她爸爸 出了十幾萬的醫藥費等等 結果好死不死 她婆婆知道 你 竟然你看吧 看吧 就是你偷把家裡的錢偷走 小偷 她就哭 怎麼偷 我跟我先生 我沒有拿 她不是拿婆婆的錢 是她先生賺來的錢 她就花用 她只是還把她省下來 她跟她先生說 沒有這樣 她先生說沒有 沒事 沒事 不要這樣 她媽媽可能過一個 就沒想到她媽媽 竟然去警察局 告她妾道 告媳婦 告媳婦 偷東西 偷她兒子的錢 我媳婦給我 她很開心 她很開心 就很奇怪 她就說 怎麼可以拿去 我跟你講不可以 你還給我 她就去告 那告的時候 竟然那個 她想說 婆婆這樣子 她先生也曾經講說 沒有關係 應該 應該不會有什麼事 結果竟然 先生竟然配合婆婆的話 對 她說是她偷走 是她太太偷走 她先生站在媽媽那邊 媽那邊 為什麼 她就怕她媽 怕她媽媽 就很怕媽媽 所以她就開始 她就心寒了 還好這個案子 是沒有不起訴 但是這個 女生看清楚這個真面目 男的太 太沒有擔當了 就告離婚 就這個 這就離婚 把她離掉 趕快離掉 那Selina 如果你是這個媳婦 你會跟婆婆說什麼 你拿了十幾萬 回去幫救爸爸 我其實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不要跟人家講道理 因為我們心中的道理 跟對方的道理 是不同邏輯 就是說 我們自己 你自己做人 女兒 你婆婆婆 你也是人家女兒 今天你老婆 如果破壞 你敢沒什麼 說去捕一條醫藥費 去給他開桌 這是人之常情嗎 你講得太好了 我就是會跟婆婆說 這如果是你爸爸要你救 你難道不救他嗎 但是你這樣跟他說 他懷舊還有很多意義 我後來理解到就是 這些人 他們其實在看事情 他就是不會像我們 要有同理心 他就是從他的角度來看 沒有 你就是淘汰 我們做人就是 就是要幫我爸爸用餌 我不會去淘汰 他一定會這樣回你 他們都會 一定都是這樣子的 要不然為什麼 看了那麼多巴電腦 看惡婆婆對媳婦不好 然後自己卻會做這種事 因為在他們心裡面 他們都不是惡婆婆 他們是被欺負的老人 所以以後我們跟你講事情 不要講道理了 你只要凹出來讓我跳 你也沒辦法告訴我 你都很顧慮 我接不下去 怎麼辦 冷藏了 趕快問話題 好 志偉這邊是有朋友的婆婆 是超級玻璃心 對 因為其實有些婆婆 她不會說真的 對媳婦壞 可是就是 她的心很像玻璃做的 她就是很愛靠的 因為眼淚人家說是女兒 就這個比媳婦的眼淚還真滑 那兒子看到媽媽哭就不得了 那她的這個婆婆呢 就是 就是那個眼 就是可以得到 人家說劉雪華 我們的影后 是三秒就可以落淚 她婆婆一秒就可以哭了 那她的婆婆常常就是 會把你沒有這個意思 她會自己去解讀 那她心裡就有很多的小劇場 無限擴張 對 她就會有很多小劇場 崔芬老師一開始講的是 無中生有 那她的婆婆是 明明不是這樣的事情 她把它解讀成另外的 好比說 她婆婆在看電視 那她要吸地嘛 對 那想說 阿嬤我要吸地一下 你腳押起來一下 對 腳押起來一下 說你還是你第一次 可以開那麼大聲 不然我敢也會把你吵到 那這個婆婆就會覺得說 那你明明看到我在看電視 你就一定要這時候拖地嗎 她這樣解讀就對了 可是媳婦是覺得 我就只能利用這個時間 我也跟你挨拶 那這個婆婆就是 就好啊 你吸你吸 她可能就腳抬高一下 那媳婦可能 這個那個婆婆 要卡住 不是 因為婆婆剛好呢 前面在吃瓜子 或者是在吃一些 比較容易掉到地上的 她就會解讀了 你一定是嫌我 嫌娃賴 嫌娃賴 嫌娃說我吃過這隻在頭腳 而且吸這個地方吸特別久 所以妳是媳婦真的是 妳要吸低 妳可以讓我去睡 或是我沒在 妳要去吸 妳是要吸到誰看 但她不敢講 所以她就是默默放在心裡面 然後當這個媳婦坐完家室了 去洗澡 婆婆坐在沙發一直哭 一直哭 她兒子回來了 媽你是在哭怎麼 沒有啦 沒有什麼事情 我沒辦法 兒子想說媽媽 這更恐怖 對 這更恐怖嗎 你到底怎麼了這樣子 媽媽就會開始講她那一套劇本 她也沒有說錯 不是 你媽媽要去洗澡的時候 我吃過季 她就一直在洗澡的時候 洗澡給我看 她吃過很久 對啊 吸很久 我電視很精采 我都沒看到 我照顧的時候 她是要給我吸 這個老公夾在中間很為難 去問太太 問我這個朋友 我這朋友說我哪有天地良心 我明明跟你媽還講說 媽 我只能這個時間吸喔這樣 老公也跟她說 你就奇怪了 她在吃瓜子 你這個時候吸 她不就是難免心裡面會去想 好 以後我都不要在這時間吸地 可是她說她婆婆有一次 也是滿妙的 就是因為冬天嘛 現在冬天就會想要吃什麼 紅豆湯圓 燒仙草 紅豆湯圓燒仙草 熱的豆花 媳婦就會想說要去買 問爸爸 問媽媽 大家問一輪 因為我要去買 總不可能買兩碗回來 媽媽你要吃紅豆湯圓嗎 你要吃豆花嗎 她想說紅豆湯圓 我買好買 那太甜了 要吃燒仙草 我沒有跟她吃仙草 豆花不會 洗了一碗嗎 婆婆想說 不用啦 你吃就好了 問到這裡就已經 麻煩全豆花了 不用了 你快吃就好了 後來她就去買了 那買了回來 就是爸爸一碗 老公一碗 然後小姑也一碗 然後大家就一邊吃 婆婆就突然之間 哽咽你知道嗎 然後就跑去房間 哽咽跑去房間了 大家面面相訊 說是在靠怎麼樣 這電視是小虧的 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兒子又跑去 去問媽了 她媽說沒什麼事 媽你是到底怎麼樣 你各位到底有什麼好處 不是啦 我就想說 你們大家吃都沒 我都沒辦法吃 怎麼不是跟你問了 不然你問一次而已 你是不是要多問一下 就是豆花我是不是想一下 對不對 我待會兒想好 你一直給我拚 我在想說 我要藍頭豆 要藍紅豆 你也給我給我問一下 藍頭豆 藍頭豆 紅豆 那個老闆就要喝滿牛 所以她就覺得 你應該要多問她 媽你真的不會嗎 那大豆花很好吃的 很出名的 好 不然不好意思 你給我買一碗 她媽媽就希望你這樣子問她 所以就是說 你不能就是 你一定要 她就覺得她很累的地方是說 她都要去伺候著她婆婆的情 婆婆沒有罵她 沒有對她不好 可是她內心有很多劇場 你必須要配合她去演戲 所以她這樣一輪下來 她就很了解她婆婆了 說不要的時候就是要 她說要的時候也是要 就對了 這樣就是覺得很好過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